我又来改古传导音像了 这次我终于对电路板下手了啊 把蓝牙和充电板做成了一块集成板 又加了一个5V的增压模块 就可以把3.5V的电池电压升压到5V 这样播放起来就更稳定更好听 有很多粉丝说这个充电口喜欢TypeC的 所以这次我也加上去了 然后指示灯我也改了一下 上边两个灯珠是蓝牙 下边三个灯珠中间这一个是显示充电 旁边两个是显示电量充满 充电是这样充满了就这样 还有人说这一组马达声音太小了 那两组呢 所以这次我们要做两组的 上次那个磁铁吸不住啊 主要还是太长了 所以这次该短了一些 然后把这个新画的壳子打印出来 装上看一下效果 看着还是挺合适的 然后再试一下充电 现在是红灯 然后充满了之后就是两边亮绿灯 现在这个就是古传导 古传导Pro 古传导Pro Max 来让我们试一下古传导Pro Max的效果 3,2,1,Let's go ko传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